父母亲一生的积极与房屋 有他说的善 老三直言 他之所以如此笃定 老大一直在控制父母的权利与财产 绝非这一个事实 在他看了 2013年拆迁的第二处房产 老大也是做了手脚的 大概97年左右 一块地都有200来平米左右 我父亲喊了我去 喊了老二老四都打了电话 你们去姐妹来合佛盖 我们去 那块地一发出来之后 他私底下就这样 私底下拿着就以别人的米盖了 13年拆迁 他分批了六套房 六套房都有660来个平米 现在就是在齐爱珍 他那块地皮盖出来 是齐爱珍的名字 他那个房子盖起来 45年我们姐妹都没反应 还以为这块珍的地还没发出来 跟我玩得好的 要好的那个同事说的 可以我跟你玩得这么好 你也去让你父亲发块地出来跟他一样 你出地我出钱盖出来一个人一半 你通过你的闺蜜的嘴巴里面知道了 就是徐爱珍跟你家老大合建了这个房子 对 他怎么做得到呢 这不是父亲还在 至少这块地要做了 父亲也不会同意呀 老父亲什么事都不管 就是由他一手操纵 不是 完全不是 当时承诺了的 以后要发块地皮给我 后来他就一直没给嘛 一直没给 当时我爸爸 他还带我们去看呢 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住 后来就没有击毙了嘛 你的意思是 这块地其实一直没有给过你家 一直都没有给 给了 那块地就是我父亲从村里发出来的 不管是他也好 还是那个旗爱珍也好 是城市户口 根本不能到村里发出地皮来 这块地是我父亲从村里 发出来之后才变掉的 然后这么多年 他可能就是也操纵了手脚了 就是两个人画羊头卖狗肉 这样死了手脚 他怎么变掉 他搞的这块地皮 我闺蜜还是后来好晚才跟我说的 他是通过了人家的租金 根本跟我家里没有关系 任何关系都没有 你后面是确实是跟他合伙盖了这个房子 没有 百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件事情我再问一下 当时我父亲还有几个弟弟都没有房子 我大叔跟小叔都是合伙做一点点 如果我父亲搞的 还不必给弟弟 不必给自己的孩子 还不必给别人 他那块地现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我们上哪去都那么大 他这都是私底下 老赛 你这个事情有问过徐爱珍吗 你有当面去找过他吗 我没有找他 那这个过程当中没问过老父亲吗 当我发现的时候 我父亲气死了 虽然这次所质疑的房屋产权 以及拆迁获得的六套环件房 在法律归属上都与老大没有关系 但是老赛依旧坚持 这其中是有猫腻的 那么身处矛盾漩涡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老大的这位闺蜜 又会说出怎样的实情呢 老大 老大 老大